没胃口腹泻简单一味中药 健脾义气 止泻色长 帮助你改善 大家好,我是崔老师 今天给大家说一个可以让人感觉到幸福的事情 那就是有关于吃 但是有一部分人呢 看见吃的东西就没胃口 有些时候还会容易腹泻 甚至有吃什么拉什么的情况 我们中医上常说 脾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 脾主运化,胃主受纳 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将我们吃进胃里的穀物以及水液进行消化 来给我们身体内的各个脏腑转运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一旦脾虚,运化功能就会衰弱,失调 那么我们吃进胃里的食物来不及进行消化 转运到各个脏腑就会直接被排出体外了 所以就会出现吃什么拉什么的情况 一般来说,这类人都偏瘦 因为这些人吃的本来就少 还喜欢拉肚子 身体就没有办法吸收营养 所以就偏瘦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从贱脾益气入手了 今天崔老师就给大家分享一位贱脾益气的中药,莲子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莲子说白了,其实就是植物莲成熟后的种子 胃肝性贫、公善、健脾益气、止蟹色肠 常用于脾须蟹蟹、食欲不振等等 不仅如此 如果是脾须较重的患者 可以加之少量的人参、白卒等具有健脾益气的药材 效果会更好 如果是腹蟹较重的患者 适合加之仪、补固脂、肉豆扣等具有益肾、温脾、止蟹色肠的药材来使用 效果更佳 但还是要进行辩证